话题是关于教育,如何去引入更多的高科技行业,在我们看来,人才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 以色列跟中国人民如何更好地去得到培训,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把更多的项目带到中国来落地。 在此,允许我分享我的屏幕,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如何去招募人才,在各个行业去招募不同的人才。 我们是,我们叫Zero One Talent,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创建更多的机会,能够减少成本来招到世界级的人才,并且提供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能够加强相关的沟通和交流。 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提供世界级的一些科技相关的工作机会。 我们跟很多大学合作,我们也提供很多的教育解决方案。 现在有很多的毕业生都在追寻,都在寻找相关的工作机会,尤其关于学习代码,编程等等。 那么现在目前有450万的软件工程开发师,但是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一个短缺,这是世界银行的一个数据。 因为软件工程师的这个费用呢,也会比较昂贵一些。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光学了知识之后,他们可能还没有具备这个相关的背景,加上成本比较昂贵。 那有一些人呢,已经有了这个写代码的知识。 那么我们需要对他的知识结果进行更新。 我们会有一些在线的这个boot camps,训练营来训练如何编程,来加强他们知识的更新。 当然我们在美国,以色列,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竞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这些竞赛,通过跟美国的一些大学进行合作。 那有些这些计算机模型,计算机大学可以供大家进入。 我们所倡导的就是关于数字化,数字化的转型,我们今天也都在经历这样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现在看到在数字化的今天,特别世代需要解决的就是关于数字化的技能跟人才的招募。 那么我们相信在这一块呢,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机会为人才提供这样的平台和对接。 现在进行代码,那代码其实它并不是说就是一个创新的,是一个创新流程,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学术方面的经验或者科学方面的知识。 因为其实这个开发师啊,开发人,他是一个,我们把他理解成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也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跟集体的这个智慧的方式来去促进相关商业的创新跟科技的创新。 通过我们Zero Talent这个项目呢,我们可以去借用非常多的人才数据库,能够去让更多的这个开发师和有开发精英的人士受益。 在我们希望以色列跟中国呢,能够相互的去招募更多的人才来解决这个挑战和问题。 我们现在在校园内部也在做更多的开发去部署,针对很多的校园,包括25到1000人的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些雇员,我们可以连接到校园的人才。 我们也会跟一些孵化器、加速器为企业家做好这个储备。 当然有一些数字化的技巧需要重新进行培训,那我们会由专业人士来进行对人才的训练和培训。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的重新培训的中心。 那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招募到我们和培训我们的数字化人才。 那这里给大家一张图片,就是在卡萨克斯坦的一个campus,片区。 那这些有站着的,有团队学习的,有独立学习的程序员。 我们这里没有老师,都是自学,也不需要打分。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棒的精英的这个程序开发员。 现在他们备在卡萨克斯坦,那么可以为日本的公司进行外包的服务。 这个工作方式非常的灵活。 那这些细节呢,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赘述了。 那我就想让大家去感受我们这样一个架构,这样一个系统。 我们也希望提供社会化的价值。 我们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带给社会更多的积极的影响,创建更多的工作岗位。 我们从这个第一年到第五年,第十年, 我们也希望每一年能够外包150名学生。 基本上来讲,十年我们可以创建1800个工作岗位。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数字,在高科技行业能够输送1800名的岗位相关的人才。 那么在以色列呢,我们正在这样做。 我们增长得非常的快。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两年前, 我们现在在法国、英国、爱萨尼亚、哈萨克斯坦、芬兰将会有11座园区。 而且我们几快在阿联酋就有一个试点项目。 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在三大洲25个国家建立了30多个项目。 在中国也有项目。 我们有些非常了不起的合作机构, 我们和教育机构、非政府机构, 还有一些IT公司来开展合作。 另外一点呢,我们在和那些非常需要技术创新的公司在开展合作。 另外一点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些赞誉的。 另外一点,我们怎么样去满足SDG,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呢? 我相信这背后存在巨大的机会点。 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数字教育系统做一个改变的话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已经具备相应的知识, 或者说了解到到底谁有这样的潜力, 给他们相应的工具, 让他们可以去具备一起学习的机会。 我相信这一点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以便于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的IT新的变化里面的冠军和领袖。 感谢各位的聆听。